大家好,我是Colomon,上次說到應該是兩個禮拜前 我們來到這個洞穴,洞穴的時候發現要解救一個工作人員,一個研究人員 但是發現他被人反鎖在一個有電的房間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上去挑戰這個保險私房 要進去找的應該就是這個裡面的人 這個好像是要用電系才可以打到 我沒有記錯 我們可以試一下,不要容易,我們試一下用火銀龜,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打到他 先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夠讓他... 先扣到一些傷害,因為我記得印象中說要雷系才行 我們先用這個... 研診先吧 OK,火鞋都可以打到的,OK 再放一點 嘩,超痛啊這個... 反傷 先試一下 他應該只會回血 所以我打完他之後吃個藥 然後應該夠了 夠了 算量 嘩,如果他用技能我一定會死在這裡 快速衝動 我們先回血,先黏了 為什麼傷害 好,好,好 我覺得我要吃兩個 還是不用呢?27 多吃一個吧,安全一點 又不是沒有錢 又不是窮 我們保險 保險一點點 不要冒險 好,然後用魚雀 應該可以... 這個... 他這個版本真的不貴 OK 成功打贏了這個什麼... 雷...雷傷 一件... 全特攻啊 沒有防守的一個... 做法 不是對方死就是我死 好了我們把這個... 電箱 OK打開了 我是覺得那個人很奇怪 好像石像一樣 他的顏色 髮臉有點奇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髮臉很長 Thomas你救了我出來 感謝 在這個房間留下了 開始有密疾恐懼症 密失恐懼症 謝天謝令我發明 精華定位器已經安全 那些奇怪的流氓也不會再碰到他 用他的髒的手 不過我們還是不可以覺得他們已經走了 來吧!你這個年輕人 一定很強助我,可不可以護送我回這個實驗室 問題我們會安全 還有一件事 那些人覺得精華定位器在我身上 所以最好收在這個袋裡 精華定位器好像是我要得到的一些 一些道具 我們先收拾 收拾精靈,不是收拾道具 恐懼器味 聽過名字似乎是一些 驅蚊的工具 OK,是不是可以穿過了 應該不用打野吧 應該不用打野吧 HP蛋糕 喔,怎麼了 我不是,可以下去 好,其實我們可以上去 因為我們可以從門口出去 不用走那麼大路 又不用那麼危險 快速旅行到入口 非常聰明的做法 他應該是直接這樣護送他 就OK啦 不用經過洞穴裡面 左下蛋糕 好,然後中心 咦,怎麼了 不是說 一定在等著你 Thomas 你哪位 Oh no 有壞房會輸的 你這幫人 你對我們的了解 越少對你越有好處 精華定位器 快點交出來 會不會快點讓我們看到 對你最有好處 好 想得越來越多人 將會因為少少的實驗而受傷 裡面的人 何師不會在你這些 荒謬的要求屈服 這個 正是我們完成使命不需要的 我已經採取一些措施 你一定拿不到它 我將它藏在 又深又陰暗的地方 你連永遠都找不到 好,你確定 嗯 沒有什麼 嘩,這間的字 對嗎 我們不懂 動手 沒問題 老闆 這個是為了 什麼字 W W WBONNUS 是不是WBONNUS 未來 嘩 你真的Thomas做了什麼 吸了進黑洞裡面 Thomas不會受到傷害 只要他幫我們找到我們要的東西 一切未來 掌握在我們手中 我們必須快一點 OK 想要先跟我對峙 無論你沒有時間 擔心我們 我們的測試對峙似乎是努力釋認他新元素 一句話說 一定會有事發生 想要減少傷害 建議你快點進去 OK 那誰呢 剛才那個Thomas被人帶走了 而他就不知道我們身上 帶著精華定位器 他們需要的就是精華定位器 我們第一時間 先回去回去 一個訓練家最需要的就是血量 就是精靈的健康度 並不是其他人的性命安全 然後我們買藥 我發現呢 HP少好像 開始不太夠用 對 因為對面一下打到你 我可能已經扣了20滴血 那我回了一次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分別了 所以我決定買個中藥 中的HP藥 中藥 現在就進去研究室看看 究竟研究室裡面發生什麼事 哇 電流蟲實驗室 終於來了 一隻恐怖的生物在拆著實驗室 你看不到這個破壞 召喚了某個黑洞 我從來都沒見過這些Colomon 喂 你的小隊很強 那隻怪獸還在破壞的實驗室 請你一定要制服他 就是這隻的技術 看我好多點 看我好多厲害 看我好多厲害 光秘蟲 光秘蟲就是那隻 怎麼分別 那隻最厲害 對 怕什麼 咦 不知道他怕什麼 我不是很強 扣那麼少 這是什麼馬碑 沒看到 馬碑了 巨石骨擊 走過不淨模樣 嘩 全部都不淨模樣 我中擊算了 好像很有型 但是扣我好少了 他 撞不撞得呢 應該不行吧 試一下 不行了 他已經不攻死了 所以我們直接用這個 燒他 沒什麼所謂 反而這裡的實驗室 不算太難打 因為洞穴裡面 那隻水蟹就很厲害 但是這隻就不太好 我記得上次好像也有20 但是這裡竟然只有16 我們要再見 光秘蟲 再見 好 好 OK 殺死你全飛 怎樣 一隻就說 噢 走掉了 借天借地 他在哪裡來的 你嚇走了他 否則他會傷害我們的電藍蟲 Thomas Thomas 襲擊實驗室的人 他們正在追蹤精華定位器 Thomas拒絕給他們 所以他們 他們用Thomas取而代之 什麼叫取而代之 這個翻譯 他們釋放了實驗室的一個怪物 然後綁架了Thomas 我需要一些時間 需要一些時間做什麼 想一下 尼古拉 我們需要立即行動 他們可以把Thomas帶到哪裡 為什麼會有人需要精華定位器 泰坦精華 萬一他們都抽了泰坦精華怎麼辦 我們必須重啟能量塔的安全措施 希望我們還來得及 必須確保雷鳴泰坦的安全 可不可以升任這個任務 去檢查能量塔的頂部 小心 Thomas已經在研究之旅中受傷歸來 即是說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任務 要在能量塔塔頂檢查一些零件 可不可以升任 應該是在這個右邊 這個 這裡 這個 什麼人來的 阿喬 一靜夢想 洗到地平線的另一頭 而不是實驗室工作 被煩 被羊 或是哪一天我現在想上台 不想留在這個沉悶的實驗室 每天躲在實驗室工作 這裡 能量塔 這裡 要把東西炒掉 蛋糕 這裡要用拉鍵 有一個有趣的機關 只要你開了其中一個 另一個就會關掉 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其實這些都蠻好的 他都蠻適合一些小朋友 我覺得這些的機關 蠻適合一些小朋友去玩 即是去零五下 究竟怎樣才可以通關 我覺得蠻特別的 雖然這些小小的機關 但是 就 的而且我覺得蠻 蠻好的 給小朋友的話 但大人就不用特別說 但這些難度基本上是沒有 好 這個是敵人 來了 我們試一試這個水下的威力 粉露之鉗 這個粉露之鉗就一次 一至三次的攻擊 只要他夾中兩次 基本上我們的傷害就沒有擊中 對面沒有擊中 OK 擊中一次 多給幾下 再來 打多一下 打多一下 非常高的傷害 嘩 對面的傷害都非常高 會死的 死了可以這麼高 嘩超痛 幸好他只是打了一次 不然一定會死 無防守全攻擊的一個架法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中重 這隻 這隻 還是這隻 是光美蟲的進化嗎 我覺得 像是 我覺得 也是用電的 如果也是用電的話 會不會打不下去 好 可以 好像可以用火打 好像可以用封門 封死 封鎖 有強力 非常有強力 好,始終這隻蟹都是需要升高少少level才可以派牠出來用 不然會很危險,我們可以收起來了 其他那些我們就不考慮,不考慮住了 這個是什麼來的,死了,卡關了,怎麼開呢 這裡怎麼開的,這個按鈕很難找 小朋友就在這個位置,怎麼開呢,開不到,找不到 索拉藍 很貴,竟然還有同樣住三家的人 竟然是... 新技能,武石軍徑 難死啊 寶外姿勢,一定是減攻擊吧 減攻暴主意,弱到啊 OK 15級了,我們對下,新技能看不見,這樣也太快 這隻是...水蟹 危險 水蟹危險,不是開玩笑 怕什麼 怕雷 我怕光美蟲出來會死啊 出個貞覺蛇 貞覺蛇這些... 替身攻擊 武士痛苦 搞什麼 突火 先來有毒刺 我不是很痛而已,我們依然都可以用女性打他 毒性皮膚 蛤? 毒性皮膚是什麼? 即是他中毒我也中毒嗎? 即是我打他,我也會中毒嗎? 叫做光美蟲 我覺得他應該打不死我 嘩 嘩 立即爆擊他,他瘋了嗎? 沒錯,沒錯 很難打 技術蟹 技術蟹 技術蟹有什麼技能? 你看看 都是這些技術 旋翅蟹 推進拳 推進拳 換到激衝 不要啊 現在很危險啊 推進拳 嘩 OK 毒敵拳 他這個毒性皮膚一定是打他之後會中毒 即是以Pokemon來計就好像包子的特性 對 對 還有中毒也會扣自己SP 我剛才發生了 嘩 我發現他沒有水技 所以用快魔應該OK 應該一早就用快魔 因為我保險 怕他用水一下打死我 想起那個水蟹的恐懼 研增 嘩,超充 再燒 推進拳 他這個推進拳也不可惜 我猜狗他也可以打到10敵 其實也厲害 但真心厲害 搞定搞定 我們是不是要回一步先呢 到達checkpoint 我去save先 怕怕的 還有應該要給火牙貴吃一吃 小蛋糕先 中蛋糕就戰鬥中 好,知道是時候再吃 我又有這些機關 明明是卡掛的機關 有個紫色 然後紫色就按 紅色 開哪裏 開這裏 這裏 OK 開這個 紅箱 睡夢旋轉球 紅色 然後這個 這個 來吧 好 可以 放輕鬆 破神 全天蜂 照樣用特攻的火系 就是 20敵元 發熱要弱點 下一次應該會馬上爆擊 我猜這個技能是 但是他沒有機會 好,進化,升什麼 流沙怪 這好像第一次見 拆水 哇,打了他三十多力 什麼技巧 增加自己少量血量,然後再加回火 一般 除非他本身是一隻很防禦力強的精靈 我剛才看他的防禦都不是特別高 還是他是特防禦高的類型呢? 不知道 嘩,超多藥物 打一打立刻自負 這個人也是 要打的 一隻精靈 哈哈 蝦牙五隻 還有 牙射應該是剛才的敵 奇怪 一下子爆死了 超強 就算我們加特攻都可以一下子爆殺對手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先回一回SP 但不夠了 這都很負擔 這都很負擔 我看我碎片 嘩,這麼多 這個樓梯還可以上去 這裡一會再打 我這裡開了嗎 可以不看打嗎 可以避開,可以避開 然後關掉這個 然後應該過去拉紫色 這個樓梯,不是這裡 但不是,這裡沒有路 卡關了,我要開了這邊 這個應該沒有關係 旁邊那個怎麼開的 死了,對卡關 突然之間這麼難 先打吧,這裡先打吧 免得他們一會搞定 四隻精靈,沒問題 幸好可以看這個樣點表 要不然我真的不記得一些弱點 尤其是他已經是新精靈 還要記新的弱點表 嘩,有點難搞 精角射 精角射好像怕水 又是怕毒 防御增加 OK,又升了 即將進化 我覺得升到大概 嘩,水系 降低命中 水系 我怕怕地 岩石打不痛 火打不痛,水打不痛 真是怕雷 還有那個面具 好像沒有,沒有雷 只要打吧 沒辦法 我們先點燃 沒辦法 應該降低對手 嘩 嘩 嘩,這個水技 很糟糕 嘩,可能要吃藥 打完這一回合我們就吃藥 又要防禁他 沒有擊中 他剛才的降命中 什麼 這個 無法離開戰場 沒問題的 我們燒傷了他就可以了 吃藥 沒想到,馬上吃個50藥 水晶球 這個水晶球 很厲害 神經病 第2下似乎爆擊 還有那個20敵 中啊 nice 這裡應該用火技可以 9敵應該用火技 嘩 嘩,很痛 神經病 這也是這個水技 這隻水技 這裡的水屬性好像很強 說實話 早點打死了 要靠吃藥才贏到這隻鬼 這隻是普通的 這隻我記得 蝦水 這隻我其實不聽 蝦石 蝦石 蝦石骨擊 又吃得下 要回SP 這些才是正常的難度 雖然我當然是困難難度 剛才那個情況都很合理 火神 這隻是很難打 我剛剛吃了兩隻 我吃了兩隻 五神 現在只剩一個 以及兩個二神 可能要回去買一買藥 好了,今集的Colormon時間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回來買點藥,再回來攻略這個能量塔 去看看這個機關如何通過到最後的關卡 好了,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